送丰休闲农业区与在地农场业者合作 以农村厨房的概念让游客走入农村并导览解说 采集食材、美食料理、美食品尝的体验 透过深度的旅游达到农产品产地产销的目的 台湾休闲农业旅游产业主张以农为本 强调服务品质与文化品味 建立农油品牌并接轨国际市场为主要目标 而农村厨房实践了与游客间的特色农油理念 这次办的这个活动叫做农村厨房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人从我们的产地到我们的餐桌 然后了解我们整个农业的一个文化 然后从我们的导览解说到我们去采集我们的食材 让我们的消费者游客亲自去采集他的食材 食材采集完了之后去了解这个食材的来源 他从哪里来的如何从产地到餐桌 再到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料理 串联到我们这个寿风修区的几个业者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是以渔业为主 那因为我们在今年有申请了特色场域认证 那特色场域认证也通过了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来带动我们所有业者 除了渔业养殖之外 也在农业的部分呢 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值产生 寿风休闲农业区已取得农业特色场域认证 并举办五场次的农事体验 获得了150位游客的热情支持 让农场整个环境呈现出乡村 及农家生活的步调 强化农村旅游的本质与内涵 将农场特色产物的整体经营理念与策略 透过农村厨房的导览解说 采集食材 美食料理 美食品尝的体验 连结不同业者 推出各具特色的农游行程 打团体站 吸引国内旅客 甚至外国人来深度体验 不一样的休闲农业风貌 让游客感受农村风情的美好 留下甜蜜的回忆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